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我是光潘 去年我发了一个纽牌视频 才评论有人说我什么都不懂 纽牌只有蛋书 还有人说我是个外星人 外星人 所以我今天来科普一下 纽牌的成熟度到底怎么判断呢 在中国很多人说 纽牌的成熟度只有蛋书 三分书、五分书、七分书 全书这样 这个的来源主要就是因为 残境操作比较方便 但是按理论来说 这个纽牌八分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纽牌的成熟度 只有一个东西来决定 就是纽牌的内星温度 每个纽牌到三分书 就是它内星温度是达到五十度 到五分书 就是内星温度五十六度 到七分书 就是六十二度 所以按照这个理论 在三分书和五分书当中 就是五十三度 就是一个四分书 你可以做一个四点五分书的纽牌 当然曾经也不会帮你这样做 但是理论上是可以做 那我刚才说的三五期 就是对应美国的 Rare Medium Medium 这个概念 但是在美国它们也是分的更细 所以三是Rare 五是Medium 但是在美国你可以点一个牛排 点一个Medium Rare 就是四分书 然后我们在法国 又有另外一种说法 还要洗的 什么bleu seignan afranplus 这些很复杂的 所以我想分享的概念 就是这个三五期完全不是定时 好 那我现在说的够多了 我准备一大堆牛排 我们现在来狙击操作一下 那我们现在把炭汁 插成牛排中间 先判断这个内心温度 要记住的一个点就是 牛排拿出来 性的时候 这个温度会继续往上 大概两三度 正好五十三度 完美的四分数 那我现在烹饪了七个牛排 每一个是普通的温度 有三十度 五十度 五十度 五十六度 六十二度 六十八度和七十五度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明显每一个的外观是不一样的 而且它们变得越来越小 虽然 剩的时候它们都是一百五十可 就是因为温度越高 它使去的水分越多 它会变得越小 那我们现在来切开 给你们看一下里面到底怎么样了 一分数的三十度 三分数 五十度 五十三度 四分数的 五十六度 五分数 六十二度 七分数 六十八度 九分数 七十五度 全数 你们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颜色的变化 一分数就是一个深红色 还带很多血 到五分数开始变得有点粉红色 还是带一点血 七分数 七分数 基本上没了 淡红色就比较淡 找到全数 明显的可以看就是灰色了 那下次你说一个牛派是八分数 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你是个外星人 你可以跟他说 你不懂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 拜拜